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以時尽形式 召開了第47屆會議 總間發生了一個小插曲 有一個國家代表 包括英、美、法、德、澳洲、日本等 發表聯合聲明 這裡有40個國家 表示深切憂慮香港在港區國安法下 基本自由惡化 也擔憂西藏人的人權問題 呼籲中國當局要隔守人權的義務 另外也說 他們相信在新疆有超過一百萬人 被迫被人任意扣押 而為不依族人的基本自由文化受到限制 亦有虐待強迫絕弱性暴力等報道 敦促中國讓獨立調查員 包括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 立即有意義和不受約束訪問新疆 在會上立即有提到另一個國家 反過來 這就是白俄羅斯的代表 他代表了65個國家 即是40對65 反對有國家以人權為遮口 當時中國內政 白俄羅斯駐聯合國的日內亞辦公室的代表 安布拉澤奇亞 他說 我們反對將人權政治化和雙重標準 也反對出於政治動機和假信息 對中國進行無理的指責 亦以人權為借口干涉中國的內政 他強調不干涉主權國家的內政 是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 香港、新疆和西藏 都是中國的內政 而且支持中國在香港實施一國兩制 中國外交部當然有回應 他說在兩國人權理事會上 有超過90個國家共同或單獨發言支持中國 發出正義的呼聲 揭穿了少數西方國家 借人後面 人權問題在干涉別國內政的虛假 虛偽面目 他們借涉疆、涉港、涉藏等問題 每一刻中國的企圖 再次以失敗告終 首先中國指出 第一 多於你的國家支持中國 我剛才說了 提出這件事 40個是西方國家 而白俄羅斯代表了65個國家 所以比例上 如果大家用國家人口來比 國家數目來比 中國支持者比西方會多 至於人口 因為我沒有那個數字在手 不知道哪些國家 包括了白俄羅斯的系列 所以不知道人口是怎樣 但我很相信 白俄羅斯代表那60個國家加上的人口數目 肯定比這40個西方國家多 因為這40個西方國家 北外府都是那些 在政治上過去殖民 那些殖民者為主的國家 因此我相信 在這些小處的人的手上 說這些話 而大部份的人會支持中國 所以我這個資料 沒有跟大家證實 一定要找回名單出來 另外就是關於第二點 香港的自由程度可能會減少 其實老實實 在2019年的時候 很多香港的市民 覺得人身自由 減少了很多 已經很簡單 大家出門口 就要看一看 當時有甚麼暴徒 在哪一區準備紳士 就要避開區域 而有些 即是說普通話的同胞 在香港 其實他們受到生命的要脅 因為你一聽到你說普通話 就可能被人圍著打 但這些完全是失去自由的現象 但自從去了港區國安法之後 香港社會回復平靜 回到以往香港人所能夠享有的自由 所以其實港區國安法 是加強了香港的自由 而並非像西方政府那樣 在那裡 勒造出來的假話 至於關於雙重標章片 我們也聽到 例如在不久之前 在加拿大的一個前學校裡 發現了二百多具兒童屍體 以這間學校當時用作 將一些本地土著的兒童 集中來在那間學校 將他們全靜 將他們的文化滅絕 因為將他們堅硬 扯離開他們自己的父母 而用西方的主意 教這些小朋友 這是一個文化滅絕工具 這件事現在是有證據證明 這是事實實的事情 他們當地的報章和各種媒體 都正確地報道了這件事 因此 拿在你自己地方發生的事 而指控說中國有 而你沒有證據的話 這肯定是一個雙重標準 所以中國的外交部 其實很準確 大家最重要是看清楚事實